猫屁股能产出高级香料,还能拉出天价咖啡,家里养猫的朋友都知道猫是有多臭,能拉出这么臭的事,如何能产出高级香料和咖啡呢? 这种猫和我们家养的猫有何不同? 这种能产香料的猫叫做椰子猫,虽然叫做椰子猫,但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猫,而是一种灵猫科椰子里属的动物,学名叫做椰子里。 椰子猫的体型和小鳞猫差不多大,平时生活在山野或者是横幕上,生活环境和果子猫基本相同,是一种树期动物,基本上都是在夜间出没和同伴一起外出觅食。 它们的眼睛在夜间可以采集足够的光线,夜视能力很强,不仅能找到食物,还能随时发现危险,躲避天敌。 椰子猫的食性非常杂,植物,动物,水果,蔬菜等等都是它的食物。 早前,云南边境一小县城就曾发现椰子猫的身影,它在夜间出没,爬上十几米高的大树上吃木棉花。 人们对这一行为十分不解,毕竟喜欢吃花瓣的动物并不多见。 椰子猫食用的这种花叫做木棉花,生长在十多米或者二十多米的大树上,动物们一般都喜欢食用它的花乐。 从木棉树到木棉花以及它的花乐基本上都可以卖钱。 木棉树可以用来制作香瓣,树皮和花朵具有药用价值,花瓣也可以用来做菜。 其中,花饿的营养价值是最高的,是动物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,不仅可以填饱肚子,还可以补充身体需要的花青素,碳水化合物。 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被人类发现之后就被收集起来生产香料 不仅可以用作定香剂 还可以用来入药 有活血安神的效果 不过 和猫是咖啡一样 这种香料的产量也非常少 毕竟椰子猫一次 分泌出来的香料也是有限的 生产出来的定香剂价格也不便宜